熊熊烈火点燃黑色的夜空 红色的火焰不断吞噬着山林 重庆四面环山也被称为山城 当地不仅遭遇了61年来最严峻的高温干旱 山火也紧随而至 短短一周的时间已经在多个地点带来十多起大型山火 其中八南区的山火和北贝区静允山的山火最为猛烈 当局8月25号宣称 八南区的山火已经扑灭明火 但从21号晚开始燃烧的北贝山火 还在持续蔓延 一度逼近了居民区 山火袭来 不少民间的志愿者奔赴火场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一名在北贝救火的志愿者 被政府运送物品的无人机重伤头部伤势严重 截至当晚官媒宣称 北贝山火的明火已经得到控制 周四中共国家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但在重庆 四川 浙江等长江流域地区 最高气温仍在40度以上 气象局预计 下周一重庆才会迎来较大的降雨 或许能缓解当地的高温干旱以及火灾 新唐人记者宇婷 最后报道